臺山伯夷 這些個案當他們 從花蓮慈祭院在出院以後 會採取所謂一案已社工的方式 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出手協助了 做醫療人員就是所求無他 這就是看見病人的笑容 第五對 第五節跟第六節的搜索 第五節一個O卡 第六節有兩個O卡 在車廂裡面是否正確 正確 正確 其實前面的車友 一直有人說可不可以來幫忙 沒有燈光下 很黑暗 因為我剛好又撞到肋骨 我的呼吸就不是很順暢了 然後剛好又在那麼密閉的空間 就是沒有辦法盡上那一份力 明年機會我女兒就是上了那班火車 你就是等於是泡在那個 一個很悲傷的一個大綱裡面 很沮喪很多的疑問 很哀傷 很沮喪很多的疑問 很哀傷 我一直沒有很多小禮物 所以你都很來不及給你 一個月之內就出現 急性壓力的反應 那但是有些人可能是會到 一個月以後 所以才會產生所謂的創傷壓力症候群 所以才會產生所謂的創傷壓力症候群 最近會有一口痛嗎 有 有喔 但是兩邊肩膀也比較緊一點 所以其實你也來不及細想 什麼事情對不對 對 就真的近下的時候才會 復環症候群 那但是我會推在你身上 然後沒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找你 好 明顯的感受到自己的睡眠 時間有比較拉長 沒有那麼容易驚醒 我覺得我已經走出來了 謝謝他們給我的愛 讓我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謝謝 大愛這個真的是從很小的細節 然後這樣慢慢累積 像你們的藝人 其實你們看得過 你們的就是幫助的對象 一開始看過很多的這種 對 但是當然有的 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他的辛苦方式非常不一樣 對對對 我可以用很正面的方式 接受這個事實是因為愛 我說到這些藝生 這些師姐這麼照顧 這麼關心的 其實人生還是有很多的美好 你或許失去一些東西 可是你會發現另外一個美好 不同的美好 我覺得我來這邊 我能更能感受到我的進步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改變 現在加入你們慈濟 好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愛 我謝謝慈濟 謝謝上人的愛 因為你們的愛真的讓我們覺得 我是我們能很快或是盡快的 回到正軌的路再呼喚 謝謝 慈濟人藝會的志工 作為的志工 希望能夠把台灣的愛跟善 能夠傳達出去 那告訴他們 你不孤單 慈濟永遠都在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